各位好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是那个克雷顿的一个新建的小区 因为上次那个视频呢 大家反想都挺好的 觉得这个价位的这个房子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非常的高 那么所以呢 我也今天就来看另外一个社区 那么这个社区的话呢 是那个Royaux这家开发商来开发的 那么这家开发商呢 在罗里三角区呢 开发了很多的这个楼盘 那么这个社区的话 它的这个户型呢 基本上都是在2000尺以下 像1600 700尺的 1800尺的 可以做到四房到五房的都有 那么而且它这个社区呢 也是蛮大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 比如说它有一个泳池啊 那个playground啊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转过去 好 各位 我现在呢 就在这个小区的 它的一个clubhouse 就泳池这边 那么它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个信箱的这么一个区域 你可以在这边拿信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个小孩的playground 还有这个 picnic的这个区域 这个就是clubhouse那个泳池的这个房子 它一般呢 就是这种社区里面的人 它都会有这个钥匙给你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去 那边呢 应该它有一个这个shower的这个区域的 因为它要求你进入到这个泳池之前呢 必须要先做一个shower 它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 你看啊 这边有一些规定 那么它的这个hoa费用呢 包括这个泳池的这些费用呢 大概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话 是37块钱一个月 那么这个价格是相当的这个便宜了 价格的这个范围呢 大概是在这个20 23万的起价 到这个26 7万的这个价格 当然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升级的这个情况来看 那我们现在呢先去给大家看看这套样板房 样板房的这个户型 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样板房的这个入户 入户这个蒙郎走进去 那入户蒙郎进来 然后进来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feel 入户蒙郎它做了一个装饰 那么进来这个蒙郎的这个左边 左手边呢 就是半个卫生间 层高呢一般都是在9个feel这样子 好那么我们再往里走呢 同样的它这个右边呢 它会有一个就是挂挂衣服的这种closet 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就是总面积啊控制的比较紧凑 所以呢它里面这种户型呢也设计 就是说里面的结构呢就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浪费的 左边呢这堵墙呢它是做了一个那个fire place 然后两扇的这个窗 啊它的那个吊顶呢也是升级成为比较好看的这种啊 Tray Tray那个吊顶呢 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客厅的这个角度这样看一下啊 看一下看过去呢可以看到在那一边呢就是前面呢就是有那个啊用餐区和这个厨房 那外面大家看到的这个screen pouch呢这个当然是升级的 它标准的呢是那个padeo 就这个如果你要做成这种啊screen pouch的话肯定是要另外加钱的 当然是好看是好看 你看它做了之后啊 放了一套这种户外的这个餐桌 就感觉非常的有味道 好那么这个区域呢就是用餐区就在厨房的这个边上 我觉得这样的大小呢 呃有六人的这样的用餐的这样一个餐桌也不算小 那这样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的厨房的这个区域啊 厨房的这个区域呢 呃比较相对就是说还是相对比较宽敞的 那么中间它还有一这样的一个倒台 那当然它这种橱柜都是升级城市最好的这种橱柜的 那都是煤气造的啊都是这样的这个煤气造啊 四眼的那我们从这个厨房的这个角度啊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蛮好的 你在这边啊比如说中间这个在备菜的时候啊 可以客厅里面啊它虽然说是呃这个户型小一点 但我觉得很温馨因为比较近嘛 那么我们现在就上这个二楼去看一看啊 二楼嘛上面就是四个房间 这个右手边呢它是一个主人房 主人房呢有两扇特别大的这个窗户 啊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是一个king size的这个床 然后对面它呃有一个这个呃衣柜啊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从这边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啊 床头床头柜啊 两边这么大的一个床头柜放着也不显得急是吧 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卫生间主位 双人的这个洗手台 这个是标准的配置吧 那么边上呢是一个左边器 里面呢是一个嗯不如是衣帽间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shower 好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做了一个garden的一个嗯浴缸 通常它有这样的一扇窗呢 就是啊保证了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采光 那我们从卫生间的这个closet里面 这个角度看一下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另外三个房间 好那我们这边走过来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明亮的这个洗衣房 还带窗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 好嘞那从这边过去呢啊就是三个房间了 好右手右手边呢首先就是一个这共用的这么一个卫生间啊 啊当然因为它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大小啊就导致它不能做两个洗洗手台啊这个户心 但是呢就是嗯但是它一定会有全配的这个领域带领域的这种浴缸一体式的也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里面走 好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房间 第一个房间这个面积大小也是非常的这个大哈 好然后呢采光也非常的好两串大窗啊看着这个布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女孩的房间啊颜色搭配各方面都挺好看的 好那同样的进来这个地方呢还是蛮宽敞的 它有一个这种小的衣帽间也是 然后这个啊床的大小应该是full size的啊如果放一个床头柜的话可以放一个queen size 因为它正好这边有一个closet的萌摇开 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两个房间 好了这边这个房间呢 虽然比刚才那个小一点但是它的这个采光度一点都不差 同样大小的这么这么一这个窗户啊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把它做成那种稍微小一点的那种小孩房啊 或者说把它做成书房也可以这么这个大小 好咧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呢它把它做成了一个活动房 其实这个房间如果说做成就是房间的话就是睡房的话也是非常ok的 因为它这个大小啊要比刚才那个要大一些我感觉 那么这个可能更适合做一个房间 大家多看一下 好那么这个门里面呢也是一个closet 好了那大家看了一下这套房子的这个结构呢 虽然说呢它是面积各方面相对比较的这个小 但是呢它把它设计的也非常的不错的 那好了我现在这套房子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房型的这个结构也展示给大家看了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社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吧 这个社区呢它离clayton的dontown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的这个车程 然后呢它离这边的这个购物中心大概七八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车程 那么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行呢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它主要是靠近在这个us这个70号这个公路啊 进来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到这个社区了 非常的这个方便 那么它呢到洛林的这个dontown大概在25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一个路程 那么这边这个社区呢就是我其实刚才到里面逛了一圈看了一下 就是真的还是蛮爽其他各种移民的 主要还是本地的这个本地人为主 那么它非常的一个安静 当然除了它有这种两层的这种房子以外 还有很多的这种一层的这种range的这种房子 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呢出租的话呢像这样的这种两层的这种房型呢 大概可以出租到1600左右 然后就是1600到1700哦因为主要还是新房嘛 然后像这种就是可能面积小一点的大概在1500到1600这样的 那么你想想看它的整个就是起价也就是在22万多的起价到2600 7万的这么一个价格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么其实大家其实还问过我一个问题说 我如果要投资的话 要关注哪些这个点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分的 如果大家只想就是说 投资就是以租金为主的这种租售比的这种租金收益为主的话呢 那么你的房价肯定是越低你的投资回报率就越高 那么如果大家可能还要考虑就是说 我以后要自住啊 可能各方面其他因素你也就要考虑进去了 所以呢就是我认为这个clayton这种社区呢 这样的一个总价的这个范围内呢 独栋的这个房子这个价位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那么包括了他以后还有这种升值的这个潜力存在 尤其是这种独栋房源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房子这个投资呢 还是非常值得去考虑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分享哦 那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